按下一件車牌緩緩往上升 映入眼簾的另一面 英文級數字的組合與地面 天差地別 這是新竹一名賣家 販售的衛造車牌 在網路上打出 1比1兼禮戰同款噱頭懶客 非法的網路賣家 廣告打得很兇 標榜政府抓得越嚴 廠商越精細 新版整體品質提升40% 也因為假車牌亂竄 一旦超速被開單 反而是遭冒用車牌的車主 無辜收到紅單 台中行納查獲桃園歸山區 一名45歲陳姓嫌犯 懸掛衛造帽用車牌爬爬罩 使用折牌器切換號牌 追查過程中發現多名保時捷 雙B車千萬跑車車主 因超速被扣牌 轉而使用衛造車牌 作員查非法賣家 共計查口26面 變衛造車牌 然後為了規避查器 還標以道具車牌 客製化等字言 來試圖規避行者 賣家也將朋友也拉下水 以有人的帳號 作為收款的帳戶 變衛造車牌 以假亂針 很難光用看的發現異狀 嫌犯被依刑法衛造文書移送外 網路平台也被停權下架 3D新聞成品好 陳姨姐台中報導